如果现在你考虑去中国旅行,你会在旅行地名单上加入武汉吗? 2019年之前,并没有太多外国人知道这座城市, 虽然它是一座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非常重要的中国城市。 嗨,我是娜娜,去年和今年我不仅去了西安,也分别拜访了一次武汉, 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点我的所见所感。 从地图上看,武汉位于东部的中心地区,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。 武汉三镇包括武昌、汉口和汉阳,总面积8569平方公里, 人口约1400万,近乎伦敦的1.5倍。 2020年初,我们参加伦敦的旅游展时,正逢武汉这个名字登上各地区抱着头条。 很多逛展会的英国人跟我们聊去武汉,说第一次听闻这座城, 查询了资料之后,发现是个很美丽的历史名城,希望将来可以去看看。 那个时候,人们还不知道事情的未来走向。 2023年2月,我去了武汉,整个城市整洁漂亮, 傍晚粉色的晚霞落到天际,蓝色的江水平静舒缓, 人们西洋下闲庭信步,说说笑笑,这幅岁月静好的画面似乎已在此有千百年,从未被打破过。 2024年的9月,我又去了武汉,9月的武汉炎热潮湿, 我却非常幸运,碰上史上醉两块的一天只有29度。 但由于刚在西安经历了食物中毒,身体还未恢复,就只去江汉路转了转。 1901年江汉路附近成为应租界,直到1927年被民国政府收回, 当时江汉路已经成为武汉最繁华的街道之一, 欧式风格的建筑内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公司和银行。 如今的江汉路,跟所有其他城市的著名街区一样,成为步行街, 两侧是时尚店铺,光是叫时光博物馆的老物件小商店就好几个。 我跟朋友说,怎么跟印象中的江汉路不一样了呢? 上次我来江汉路还是在2005年,记忆中是很高大的洋楼和宽困的街道。 朋友说连它都觉得陌生了,大概是店铺太多,抢走了视线。 而江汉路上最强视线的,怕是这家新开不久的店。 跟其他店相比,这里的人气最高,人们在卡丘沙的音乐中认真欣赏着货品。 我不知道今天的人有多少会真的购买,抛开情感不谈,物价也真够贵的。 我把这个广告语发给一位朋友,他评论, 战斗民族和硬核好物这两点都无法成立, 俄罗斯其实战绩不咋地,货物更是粗糙著称。 我在店里观察了一下,其实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会想那么多, 管你是俄罗斯还是美国的,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家有新鲜感的柏来品店。 疫情期间,武汉人一度成为非常特别的身份标签, 他们曾因最初的遭遇而被同情, 因顽强的毅力和牺牲而被歌颂, 但很快也仅仅因为武汉人这个身份而被嫌弃。 后来,同样的事情在不同身份的人群里重复上演, 上海人,瑞丽人,还有千里头多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。 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被讨论太多次, 人们骂来骂去还是各持己见, 即便自己成为被厌弃的人后, 也拦不住他们继续歧视别的人。 可是,忽然间这一切就都结束了, 生活说重启就彻底重启, 人们仿佛对过去的事情都不负记忆。 对于个体来说, 能放下过去挺好, 能继续开心地活着挺好, 毕竟人生短短,何苦总在烦恼之中。 只是,看着大街上那些依旧灵星存在的口罩, 人们真的能彻底忘记吗?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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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。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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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。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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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。